各位牧长、弟兄、姐妹们平安 欢迎收看普世丰盛合场快讯栏目 此栏目将神透过本中心 在世界各地的福音合场所做的各种事工动态 做及时的报道 盼望借着你们的关注、订阅、转发 能祝福更多的人 也在这当中与我们一起尽力神奇妙的作为 位于缅北南帕岗村的基督教 进行会平安堂 尽情举办了别开生面的插花 和圣经音乐培训营会 吸引了村里许多妇女前来参加营会 期间也有两位姐妹和一位弟兄受尽 进入基督的大家庭 请看报道 4月12号到14号 在圣经音乐培训中 也吸引了许多的青年人来参加学习 福音堂还准备了福音信息传递给村民们 透过插花、音乐敬拜、福音信息等环节 让众多的村民听到了福音的好消息 在营会举办期间 平安堂还特别为三位接受了寿敬培训的弟兄姐妹们特别设计了一次寿敬仪式 他们利用当地的建筑砖 做成一个临时的寿敬池 在弟兄姐妹和众多村民们面前见证、受洗、进入基督大家庭的那种庄严和喜乐 感谢主赐给当地同工团队智慧 利用不同的活动来传扬福音 难怕嘎村平安堂也看到儿童教育施工的重要性 一直祷告 希望能创建一所学校来服侍当地众多的孩子们 请大家为建校所需的资金和老师们来祷告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YouTube和Instagram、Facebook频道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